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4年3月1号 周五晚上的6点45分 3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在半导体个股的强势带领下 四大指数是再次上涨 纳指还有罗素的涨幅都是超过了1% 相当不错的开具 那么整体3月的表现到底会如何呢 咱们稍后给大家一组历史统计 看看在2月份的强劲收官之后 3月份在历史上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另外今天的节目更多的和大家想谈一些宏观 包括今天看到阿波罗的首席经济学家 发布了一个非常惊悚的观点 说2024年很有可能是不降息的 而且给出了10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 另外目前看到另外一个有趣的统计是 尽管我们说大盘在不断的创新高往上走 但散户投资者 总体散户投资者的账户 现在居然还是一个亏损状态 为什么会亏损呢 亏在了哪里呢 咱们看看能从里边学到什么样的经验 另外就是大盘 最后跟大家讲讲 现在的技术面的走势和状况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好 咱们首先来看比较简单的一个经济数据 就是来自于今天的2月的ISM的制造业的PMI 今天这个数据走的是挺弱的 整体是增加了美联储降息的定价 所以也给股市是增加了部分的燃料 2月份的ISM的制造业PMI意外的从49.1 价降到了47.8 大幅低于预期的49.5 因为这个预期是增长预期 结果还掉了一大截 另外像支付价格仍旧处于扩张区间 但是令人鼓舞的是下降到了52.5 而新订单则从52.5收缩跌到了49.2 那么就业率和生产率分别下降到了45.9和48.4 总体上是供应商交货的时间略有延长 新订单积压仍然较低 另外还有一个数据是来自于美国2月的 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中值 是从79.6下调到了76.9 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是3% 未来5-10年的通胀预期是2.9% 今天的这两个经济数据都属于比较的弱 所以市场对于美联储在2024年的定价 降息定价上调了10个基点 目前在92个基点左右 也就是说换算成25个基点一次 差不多算上来是在三次半不到四次的样子 好 那咱们来看一下关于刚刚提到的 这个阿波罗经济学家的对于市场 为什么会不降息的观点 因为现在尽管市场还在压住降息 但是他给的这10个理由 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当有一定的参考性的 好 他首先谈到的第一点 说现在的经济其实没有放缓 而是重新在加速 继12月美联储转向 以及相关的金融状况放松之后 现在对于2024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期 已经大幅的跃升 对于美国的增长预期 现在是继续在上调 对于GDP 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经济在走强的表现 那么经济一走强 美联储为什么要降息呢 对不对 很多人说那是因为美国的债务必须要降 但是他如果一降的话 不是会继续推升通胀吗 对吧 因为美联储的目标 他要稳定就业 还有控制通胀 这是他两个目标 他必须要去完成的 他不能说完全不做了 对吧 那这个回头锅还是得自己背的 还有一个 他说到现在的趋势通胀的基本指标 其实现在正在走高 并没有走低 我们可以看到拐头 是已经开始往上在走了 第三点是超级核心通胀 就是美联储比较重视的核心的PCE这边 现在也是呈现一个拐头向上走高的趋势 这个不是一个很妙的一个趋势 然后就是第四点 美联储12月转向之后 劳动力市场是依然非常紧张的 申请事业救济的人数非常低 工资的通胀率现在还是维持在4%到5%之间 第五点是对于小企业的调查显示 越来越多的小企业计划提高他们产品的销售价格 我们说如果他们要向涨价的话 你想一想通胀怎么下来 对吧 他们希望通过涨价来获取更高的利润 好 第六点是制造业调查的结果显示 现在的支付价格呈上升趋势 这是另外的一个通胀的领先指标 也说明通胀暂时可能最后一公里是确实不好降 还有服务业的ISM的服务业的通胀指标 现在也在呈一个上升趋势 还有就是对于小企业的调查显示 越来越多的小企业会计划提高人工的薪酬 这个不也是工资的通胀吗 也在往上走 现在大家看到的第二张图是第九点 就是租金的要价还在上涨 更多的城市出现了租金的上涨房价上涨 我们可以看到在张图上也是拐头在往上走 所以你说住房这边通胀下不来 那你说它的PCE里边的指标怎么下来 对吧 所以这是他提到的一个担忧 那么他提到的第十点是 美联储12月转向之后 金融状况继续缓解 投资及债券的发行量创了历史新高 高收益债券的发行量也开始在走高 另外还有像IPO的活动 现在也在增加 大家在积极的上市 并购活动也在增加 这都是经济非常活络的表现 还有就是信贷利差收窄 股市在近期也是接连创下历史新高 现在的金融状况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放松了 所以他认为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继续放松 那就是火上浇油 那么通胀是压不下来的 所以他基于这个来判断 2024年很有可能是不降息的 我对于2024年目前降息的看法 我还是识一个比较中性的看法 我认为2024年是大概率会降息的 但现在降多少次 其实稍微有点难说 什么降个五次六次 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那么三次能不能降 我们通过三月份 美联储是不是马上要开会了 开会之后的经济前景预测 你看一看美联储这边是怎么去调 每个季度的经济前景预测 他都会给出至少在未来三个月 给咱们一个指引 那个时候就是市场一个重新定价的方向 所以今年到底降不降息 如何降息 一是关系到市场能走多远 二是关系到你的持有的债券能跑多远 或者说能跌多少还能 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 好 讲了这个之后 咱们来讲一个关于投资的和投资相关的一个话题 咱们都是散户 你是 我也是 最近的股市连续的大涨 不断的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的账户都在创新高的 可能我们是个别的 对吧 你说 比如个人 可能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里边 大部分人确实你都是一直在走高 只要你是正确的持仓 没问题 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少部分的朋友 今年还是富收益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根据研究机构的一个研究显示 现在这是散户的整个的盈利情况 红色的部分 看红色的这个部分 红色的这个部分 你看现在是和历史的高点相比 还有6%的损失 也就是说散户的资金总共都加起来 在2022年遭遇到了重大损失之后 当时大幅下跌 我们看到回撤到40%左右了 对吧 但是市场已经反弹了一年半了 散户的总体投资仓位 居然还是一个负收益 负6% 这里边投资行为其实挺值得研究的 那么想知道散户怎么亏的钱 那么我们看一下散户的持仓 是怎么去持有的 在股票接连创下新高之后 总体散户投资者的股票配置 现在仓位非常非常的高 上面的黑色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黑色的那条线就是散户的股票仓位 下面的红色的那条线 是债券的配置仓位 那条蓝色的线是现金仓位 所以你可以明显的看到 股票的仓位是接近了70% 债券和现金各15%左右 也就意味着大家都是七八层的仓位 总仓位都已经干进去了 现在手头还有15%的现金 可能留着应急用的 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了 如果我们说你压对了股票 其实你重仓没有什么问题 你的收益不可能是负数吧 但是我们说散户 它的总资金到底在压什么呢 答案是散户在大量的投机小盘股 我们可以从这张每周的资金流入 你就会发现 就能看到很明显 就是他们这些钱都投入到了 这些小市值和小盘股上去了 而且通过成长股 小盘股 还有价值股的这种持仓的对比 你也能发现 这个趋势正在越预演越烈 2023年的11月的时候 开始大幅加速 在现在的2024年是继续增加 散户正在疯狂的追逐小盘股 甚至在小盘股的期权上激烈的搏杀 因为他们觉得潜在的收益更高 但是咱们说硬币是有两面的 潜在的收益更高 潜在的风险也更高 因为它的beta变化更大 振幅会更大 所以你不能说只想的收益 同时也想到亏损 这里边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就是很多大家正在激烈追逐的 小盘股 其实都是没有盈利的成长股 概念股 科幻股 这些股票大多数 他们都是罗素2000的指数成分股 那么罗素2000 这个我们说这个指数里边 它里边的构成 我们说除了有大量的金融股之外 还有一部分按照特征来划分 是什么呢 就是40%左右的股票 目前是负EPS 就是这家公司是不挣钱的 它属于没法现在实现挣的现金流的公司 持续的它只能在烧钱花钱 这些公司想要发展只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靠发行债务 第二种就是靠增发股票来运行 或者出售股权吧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些公司的风险本身就很高 评级又比较的差 他们就不得不去承受更高的利率来去融资 那它利息支出更多 是不是对他们的生存空间 产生了进一步的挤压 所以大家有时候会买这种成长股 一旦发现有发债或者融资 或者增发股票的消息出来 这个股票突然间就暴跌 如果你恰巧买在一个利好的暴涨之后 又碰到了公司的发债发股等行为 一下跌下来 你这个是完全不可预知的 你不可能你说你提前就知道 它哪天它要去增发股票对吧 除非你就看 你明显看到它的资金结构 和债务状况是不可维持的 你知道它是肯定会增发的 但你猜不到是哪一天 对吧 这种暴跌造成的损失 基本上一套就会套特别特别的久 所以散户总体账户在亏钱的原因 那么既然已经找到了 综合来看怎么想不亏钱呢 想在美股长期赚钱不赔钱 较大的仓位 其实你说你选择指数 大的指数也行 对吧 什么SPY QQQ都行 无非就是你承受能力和政府 你到底接受哪个的问题 或者你选择优质的头部公司 也没问题 至于小型为盈利的成长股 科幻股 能不能做 能做 但是只能用很少的钱去投资 它的未来 比方说翻上好几倍 它成功了 对吧 你也就成功了 它不成功 你也不会伤筋动骨 这种股票的不确定性是非常之高的 其实咱们的节目里边一直在传递一个投资观念 就是 其实如果你不想损失每一笔收益 你想追逐每一笔收益 那你就准备承担每一个风险 这是对等的 不可能说我只要高收益 我不想要高风险 不存在这种事情 所以这里边我们通过这项统计 大概也能知道 如果你的账户确实在赔钱 你想想是不是上面这个原因 要么是在搞期权 搞小盘股的期权 赌期权 要么就是重仓了一些科幻股 结果它突然间暴跌 导致你的账户里面浮亏 一时半会活不了血 所以未来如果希望长期赚钱的 那么应该怎么做 相信大家就清楚了 好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 关于整个三月份的统计 就是三月份 马上今天不是第一个交易日了吗 二月份标普是上涨了5% 那么是不是预示着三月还会高歌猛进 这张图表显示的是1953年以来 标普在二月份涨幅超过4%之后 未来5天的回报统计 那么历史上标普在二月涨幅4%以上 一共发生过9次 那么在三月第一天的平均回报率的 中值分别是0.26 平均值和中值是0.26 然后中值是0.23 今天是第一个交易日对不对 今天很明显是大幅跑赢了历史统计的 第二个交易日 标普500指数有8次收涨 仅有一次收跌 似乎表现得也不错 那么就是下个星期一了 但是在后面的三个交易日 跌多涨少 三月的第四个和第五个交易日的 月度中位表现都出现了下滑 自1953年以来 那么平均涨幅是0.47%和0.3% 如果我们要去看整个的三月份 自1928年以来 标普500指数三月份的平均回报率 就是看第一个柱状图 长期回报率一直是比较平均的 总体的所有的三月份加起来 是一个正0.56的一个回报率 正0.如果只统计三月份的话 好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第二个柱状图 你会发现这个-2.87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和1月和2月的回报 就是那个高点回报来相比的话 它其实仅以这两个月 把那么三个做成一个统计的一个统计组的话 它是-2.87 就是在1月和2月的高点上 是-2.87 明显偏弱 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基于这三个月里边 它肯定是属于是比较弱的一个月 所以这是一些关于标普 在三月份的统计的一些历史 我们说统计它的意义就在于 可能历史不能完全重复 但是其实有一些历史在不断的重复 是因为内部有一些原因 咱们并不知道 比方说资金的季节性的原因 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原因等等 或者是甚至有股票也有气候性的原因 也会有的 所以这个给大家也做一个简单的参考 好 那么还是要具体落实到 就是这些指数的走势上来 我们看看它们现在的走势到底是属于比较安全的 还是属于比较不太好的 我们打开周线级别 周线级别其实标普的周线 是目前修复了顶背离 在本周修复了顶背离 但很可惜进入了超买区域 ISI已经跑到87.69去了 那么纳指100它是刚刚的到超买区域 是80附近 但是它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顶背离的 上次我在这里画了个圈 这一次出现比较明显的连续的顶背离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在23年的7月24号的那个星期 在随后的一个星期 纳指100是发生了3%的回调 当时是这么个情况 现在的数值和当时的数值是一样 都是在接近80左右 把这里做一个提醒 然后道指现在的情况是 目前是超买 超买 但是它没有发生背离 但罗素这边是没有超买 但是罗素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顶背离 非常明显的顶背离 这里我再次强调一下 顶背离和超买都不代表一定马上下跌 不是说代表着马上下跌 它代表的是买盘 现在已经买的很多 很尽力 买的很累了 已经有些精疲力竭了 市场需要更多的利好 才能推动资金继续的快马加鞭的进场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出现 那么市场就会出现停滞或者下跌 它并不是说完全你看到顶背离 说它一定有我去做空了 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关于市场的一些宏观的还有一些指数的走势的解读吧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到了周末的时候预告一下周末的会员节目 那么把板块的内容还是更新一下 2024年的主要13个行业板块的季度年度EPS的增速情况 看看哪些板块增速比较强劲 那么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压注方向的问题了 另外把板块的ETF现在的走势 那11个板块的ETF的走势 我也拿出来和大家讲一讲 和大家看一看 现在他们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到了周日的时候 会去更新Ryno达伊的这个帖子 如果你加入了这个级别 就到社区下面找一个带有QA标志的帖子 然后你每天有什么问题 每天在里面提问 我每天都抽空回答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 持续不断的点赞评论转发 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咱们就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